大家好我是香港小美女也是你们的小甜心 现在呢又到了全湾的洋务倒菜市场附近 一起看看香港街市的最真实现状吧 今天16到21度呢很暖和 可以看到大家都是大包小包的买了很多东西 大家呢都是很自觉的戴口罩出街的 都是拖着车背着环保袋 希望能够呢多买点东西回家的 可以呢吃好几天不用天天出来 这是新鲜的有淤泥的莲藕 人挤人的真的是像老家感激一样 莲藕呢16元一斤 板栗呢13元一斤 胡萝卜呢12元一斤 小番茄18元一半 很多人说香港人穿的衣服很土 其实不是的 香港人呢喜欢穿运动休闲的衣服 特别是运动鞋 很少看到穿皮鞋高跟鞋的 白领啊上班族啊可能会穿高跟鞋 不然大街上一眼看去都是舒适的休闲运动鞋和衣服 我来香港没穿过高跟鞋 每天出街呢运动鞋真的是每个地方的习惯 大家出街背的包也是大的背包 很少看到另一包的 肉铺的摊位呢都是把肉挂起来卖的 推车里呢装的满满的拖回家 一家人呢可以吃好几天 然后再出来买 两只手都拿不下东西了 看看香港的动机多少钱 走地鞞70元一只 玉米鞞98一只 文昌鞞138一只 竹丝鞞56一只 7-8-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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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